都说现在的房价贵到离谱 可即便放到30年前 未知好点的房子依旧是稀缺资源 那卷儿子从来都不是现阶段的代名词 他早就以一种看不见的姿态 环绕在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和以往的故事不同 这次的故事有着具体的时间 1990年 农历12月初二 星期天 乍一看 这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寻常 可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当时坊间流传杨年结婚不吉利的封建思潮 而这一天正是阳年之前最吉利的双数日 所以一股股结婚的热浪 彼时正在祖国大地上多点开花 这个大喜日子 和大宽夫妇本来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早已成婚 即将要有自己的孩子 可两人当初结婚时 因为家里条件不宽裕 也就没办婚礼 对待这份扶皮潦草 身为南方的大宽可以不在乎 但这最成为了女方心中的一块疙瘩 谁要那会儿咱正数 不发他国家 现在倒是也发了 也达了 这该给儿子办满月咯 我来我来 大宽刚要出门倒水 就发现邻居把喜字 已倒到自家墙上 在结果老婆递来的眼神后 大宽直接把脏水倒上了喜字 要说邻里邻居的 放块牌子倒也没什么 更何况明天就是 邻居儿子的大喜日子 可这个邻居不一样 他们和大宽向来不对付 这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邻居老颜以前是个厂长 大宽曾是他手下的工人 因为大宽揭发老颜收贿受贿 所以被老颜赶走 之后大宽就下海经商 干起了时装 如今 老颜已经荣升政府官员 成了严局长 虽说官大一级压死人 可大宽毕竟是干个体的 井水不犯河水 也就不用在老颜面前装孙子 而既然不装孙子 那就装大爷 正好 帮颜家办事的狗腿子也在 还骂大宽没有教养 这下头了 大宽嘴皮子上的功夫 终于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大宽虽嘴定不要命 替人家着急 上火浪费感情 天真不可爱 愣充纯洁少女 没人待见 打小报告 穿小鞋 占小便宜 嘿 你算是什么鸟啊 没有 这叫什么鸟 难怪当初 颜厂长一脚丫子 把你们给踹出去 嘿 就踹出个大款来 美元 港币 长城信用卡 兑换件 屋里都有 算了算了 大宽虽然嘴上占便宜 可也有位阶短的时候 当大宽自欺满满地 提到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时 也算是给了狗腿子画饼 什么 儿子 怎么还上的 哎呦 你 咱们走个瞧 狗腿子的讥讽 戳到了大宽老婆的痛处 在那个年代 虽然法律上承认 大宽他们的夫妻关系 但没办喜事 就几乎和没结婚一样 老婆因为未婚先孕而委屈的哭天抹泪 夜旁的大宽忙着安慰 干脆就赶着明天的大喜日子 他们也补办一场婚礼 这时 一位邻居过来接蜡烛 他叫老年 虽然身为特级优秀教师 可如今年过半百 却沦为一个大龄圣男 但老年也不着急 因为他早就看透了婚姻里的人情冷暖 这时候 大宽的家里来了一个年轻人 他是大宽的死党 这次过来是为了地上一个重要信息 原来邻居严局长之所以这么着急给儿子结婚 是因为这里面有利可图 说着有意 听着气愤 因为这套房子本来是应该分给辛勤工作的老年的 现在严局长为了独吞房子而巧立名目 摆明了欺负老百姓 老年立即找上门理论 可关字两张口 老年这个小老百姓怎么说得过领导 不过大宽愿意帮助老年 他想了一个绝佳的计划 所谓恶人还学恶人魔 老年可以抢在严局长他们家之前结婚 这件事在老年看来过于荒谬 可在大宽眼里 只要自己想办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老年婚礼上的罪嫁女主罪都选好了 就是此刻正在电视里播报的如春姐姐 如春虽然也是单身 可他们彼此并不认识 而想让如春配合他们同演艺术戏 更是天方夜谭 不过大宽也是真敢骗 找到如春后 愣说自己是电视剧导演 现在有一部国产电视剧 请他当女一号 没有剧本 不谈片酬 整部戏就只有结婚二字 而为了提升自己的演艺造化 如春也半推半就地答应了下来 既然是结婚 就需要有硬件支持 大宽第一时间打给了好哥们奔瓷 奔瓷人如其名 浑身散发着有钱人的气味 高级轿车 冰箱彩电 能调配的全部安排到位 大宽又嫁了另一位好哥们卢主 卢主是饭店老板 明天严局长加的起事就办在卢主的饭店 所以大宽也想在那办 不为别的 只为了和严局长针锋相对 不过就在这临闷一脚前 老实巴交的老年却退缩了 为一套房子就让自己假结婚 实在有些过于荒谬 关键时刻 还是大宽的三寸不烂之舌 让老年放下了顾虑 哎呀 年老师 都什么年代了 人类都快在月球上建立旅游点了 是否你们人气宽一只冷冻和人 安乐死 电脑写小说 机器人下象棋 从大一波曲上提炼出 可以代替红烧肉的蛋白质 宁可倒好 扭扭烈烈 吞吞吐吐 把困难留给自己 也把方便让给别人 您不知道啊 人家把房子都安排到孙子辈儿咯 严局长儿子的结婚对象叫宁芳 两人此前毫无感情基础 这次赶鸭子上架 两方家庭都是各怀心腹事 严局长想要房子 宁芳的母亲想要高额彩礼 就算是宁芳一百个不情愿 也要遵循百善孝为先的道理 第二天一大早 严局长这边就犯了难 首相那边打来电话 说新娘子不肯上婚车 死活都要一台松下M25型号的电视机 可这款电视机昨天都被本次包援了 就算严局长家再有钱 也做不到无中生有 大款这边 如春如约而至 他以为是到了拍摄现场 一直向大款问东问西 而如春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是 善良的老年并不知道 为防着谈话穿帮 大款两口子也没少在里面斡旋 你一定是搞专业的吧 请您多关照 不不 那个合作嘛 互相关照 对 互相的 如春负责陪吴春熟悉现场环境 如春怎么看这里都不像拍摄现场 如春赶紧兜着 有闻必答 他把来宾说成群演 把严局长和大宽的斗嘴说成对台词 只有如春问不到的 没有如春远不回来的 可如春毕竟不少 就算卢主把假母假式的导演请了出来 谎言还是到了该被戳穿的那一刻 当如春说完 老年如梦初醒 原来这都是大伙为自己安排的一处骗局 瞬间 一种愧疚感油然而生 老年自取争执了半辈子 绝不能在阴沟里翻船 不就是一处房子吗 不要也罢 这个婚老年不演了 可故事往往都充满了戏剧性 本应因为被骗而愤然离开的那一个 在听大官说完整个事件的起因后 改变了自身想法的同时 也决定了老年今后的命运走向 这件事 他们能拔刀相助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 别 别别 这会损害您的名誉 我 年老师 这是我自愿的 您别不安 这忙 我帮到底了 另一边的严局长家大业大 按理说应该更热闹 来者大都动机不纯 基本都是找严局长办事的 不过今天不谈公事 严局长只想尽快让儿子把婚结完 好在手下那边把新娘子哄上了车 等新娘子一到 严局长便安排放炮 可他万没想到 下来的居然不是友军 本次和爱人的到来 魏大欢的牌面增色不少 而本次爱人看了一眼老年 当场就认出 这正是自己多年不见的恩师 原来作为优秀特级教师 老年在他所教授过的学生心目中 一直都是亲人般的存在 这次师生相认 只是高超来宁前的小插曲 就连老年本人也没想到 别看是三家半喜事 可真正的主角只有他自己 此时 本次爱人一通电话 直接打给了广播站的同学 借助传媒的力量 一场由学生们自发组织的秘密行动 正悄然拉开序幕 宾客到期后 大欢和老年的婚宴正式开始 严局长那边由于新娘没来 一直处于胶着状态 和严局长相比 老年的婚宴怎么都算是抢了先 所以无论从哪说 房子都应该属于老年 可接下来发生的一切 将会让老年把房子的事抛出脑后 一切都似乎来得过于突然 这个喜字意义非凡 上面的每一抹红色 都是老年的学生们 曾获得的荣誉证书 教会如春风 诗恩似海参 学生们用自己的行动 为老年谱出了一曲美妙的歌声 这满眼的桃李芬芳 让老年的双眸瞬间勤满泪水 如果说天底下有什么 是钱买不来的 那可惠人不倦的赤城之心 便绝对能够入选 这次新闻播放完后 现场响起了雷鸣班的热烈掌声 新闻并没有夸大其词 因为那名被老年资助的学生 此刻也来到了现场 这几年 连老师为我花了不少钱 我的学费 生活费 连老师 没有您 就没有我的今天 今天您结婚 这是我送给您 结婚礼物 一枚金牌 什么金牌 国军数水奥林品格竞赛的金牌 既然是简单的婚宴 可也总少不了那个最神圣的环节 老年的学生主动要求当证婚人 让两位新人把手放上来 互相见证彼此的忠诚 你愿意娶你身边的这个人做妻子吗 我 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别打非所问 我是在问你 愿意 你愿不愿意 嫁给你身边的这个人 愿意 如春干净利索的愿意 惊登老年说不出话 旁人了解内情的 只当是如春为艺术献身 把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中 可如春的真实心思 或许只有他自己最了解 请亲吻你们自己所爱的人 岂月亮 停 电池没电了 我不原谅 两年的婚宴即将步入尾声 严局长的儿媳妇宁方才不情愿地姗姗来迟 把儿媳妇让进屋后 又来了一伙不速之客 他们是电视台记者 因为严局长家的婚车都停在了道路两旁 属于违章停车 所以这名记者正在进行实时报道 严局长一见 生怕事情闹大导致自己晚节不保 情急之下 并决定用自己的职务来强压记者一头 你说这这车谁坐的吗 你们电视台不就是广播电视局的副局机吗 你这这车主任是谁吗 你们的业务领导啊 我跟你说 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 是党中央直接指定 严局长的强势没有压倒对方 反而是严局狗腿子的产媒怪笑 让记者不情愿地收起了刀 外面没有新闻 不代表里面没有 记者进来后 直接把话筒对准了这对帽和神离的小夫妻 接下来到了拜天地环节 就在这时 门外来了一个身穿军状的年轻人 虽然相隔很远 可宁方还是一眼就认出他 他才是宁方真正的异中人 面对宁方的婚礼 异中人为了成全爱人的前途而放手 可宁方却要为了真爱而猛追 所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宁方逃婚 严局长家的婚礼瞬间乱作一团 而不知严局长那边乱 大宽一家也出现了意外 他的老婆居然要生了 眼下 只能把存货的仓库当产房 业余的如虫管皆生 情急之在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另一边 宁方正穿着婚纱在大街狂奔 只为追上那份来之不易的情意金尖 眼见异中人的车就在前面 为了赶上他 着急的宁方只能拦下一辆油地车 新娘子一跑 严局长家瞬间脸上无光 尤其是严局长的儿子 更是摆出一副窝囊的瘦气包表情 有人忧愁也有人欢喜 大宽的老婆那边顺利生产 听到这个消息后 大宽激动得情难自已 见新娘子跑了 严局长家这边人走茶凉 宾客还没吃饱都纷纷离开 而就在这个愁云惨淡的时刻 一个谁都没料到的好消息从天而降 新娘子居然又主动回来了 不过并非是宁方自己想回来 而是邮政公司此刻正在执行投递任务 恰好终点就是这个饭店 所以才一同把宁方物归原主 邮政公司要给的快递是老年的 然而一件快递 老年一头雾水 自己明明什么都没买 而老年不知道的是 这便是他从前的善良和敬业 所谓他买好的康庄大盗 年望秋同志 经文您大喜临门 故以特快专递方式 将钥匙赶送给您 这是经市政府研究决定 批给您的我市特级教师 三十一厅的房间钥匙 请您于12月28日前 携户口到房管处 办理住房手续 特向您道双喜 市长周日接待办公室 娜娜要使了老年受宠若惊 房子虽然到手了 可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 而当老年把顾虑和大家分享时 如春的一句话 打开了老年的心扉 我们这是在演戏 不 他们才是在演戏呢 真一假实假一真 老年这场假戏不白眼 既有了房子 又有了妻子 最重要的是 多年的教育事业终于开花结果 桃李芬芳 而以上的这些 都不是她位高权重的严局长 能用钱买来的 高鹏满作上映于1991年 是建党七十周年的县礼片 影片借助一场荒诞的婚礼 来讽刺当时的官僚体系下 以权谋私的社会乱象 虽然故事本身经不起推敲 和里面所传递出的价值信息 却值得每一位观众引以为戒 心知口快的大宽 春风话语的年老师 温润如玉的如春节 财大气粟的奔磁哥 攀得无厌的严局长 屈炎富士的狗腿子 作为你方唱把我登场 这一张张脸谱铺成了 繁华社会的众生像 他们都赤裸裸地被展示在荧幕中 供观众点评 嘲讽 却也都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里 是我们的朋友 亲人 知己 同事 等等等等 虽然是三十年前的影片 可当时里面人物的心态 生活的广度 与我们当下所生活的环境相比 都有过至而不及 穿上了体制外衣的官僚 也能如此惺惺作态 掌握了谋生出路的百姓 也能敢于趾高气昂 无论是大款 老板 个体户 还是无业游民 人都应该活得有血有肉 充满尊严 如今 社畜 唐平 内卷 这些自嘲成了我们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前脚一句后浪 不知遭到多少人的吐槽 后脚一个PUA 又不知换来多少人的共鸣 头还没涂 只可惜种种压力让自己先推了 所以除了老年外 那个敢于逃婚 去追逐美好幸福的宁芳 也是值得赞扬的 属于生活的勇者 一目十影 与你 共赏经典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个赞 我们 下期再见